聯合航空照景強行將乘客粗暴拖落機 引發全球網上星土潮 傳統說紅棗水補血 但有種植物鐵質含量 高過紅棗二十倍,究竟是甚麼? 隱世的荔枝窩竟然種出 一吋黃薑和五吋木瓜 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美國某航空公司因為機票超賣 強行將華裔乘客拖落機的片段 相信大家都看過 這件事引起全球公訓的速度 可以說比光速快,甚至比光纖 這件事簡直是關公的災難 其他航空公司也趁機抽水賣廣告 他們的標題就是 我們只會打低競爭對手 不會打低乘客 但對於星斗市民來說 有一件事真是不說不知 原來機票超賣這件事 是非常普遍的 這個畫面看多少次都一樣令人心酸 美國聯合航空 暴力拖走醫生落機事件 持續發酵 尤其在白宮的聯署 一天之間就已經有14萬人簽名 要求政府調查事件 而聯合航空的行政總裁 亦再次發聲明道歉 指明沒有乘客應該受到這樣的虐待 會為事件附上傳責 這真是太多, 天啊 在外國, 無論是華人還是外國人 都紛紛剪爛自己 把聯航的會員卡表達不滿 香港代表也由莫乃光議員來響應 在社交平台直接展給大家看 其實這次事件的苦主, 陶醫生 現在還在芝加哥一間醫院臨醫 有當地傳媒問他哪裡受傷的時候 他回答說全部都有 還交代了目前的身體狀況不太好 而代表律師都說 他很感謝各界的關心 但希望大家都尊重他們一家人的私隱 據報他是美籍越南華人 是胸肺腫瘤專科醫生 之前就說是因為聯航超賣機位 才造成今天的事件 其實是否反映出機位超賣問題 實在太普遍? 在平時來說 基本上超賣做大一點的預約 都可以達到10% 如果真的因為超賣 令我沒位置 香港的航空公司 會否像聯航一樣強迫我下機 最不理想的就是發生現在這一類情形 就是乘客已經拿了登機證 你放了他進去坐了一張椅子後 你才說我要拔起你 這是很不理想的做法 首選就是在Check in Count 就已經職員在那裡通知 大家沒辦法Check in到的乘客 就是現在有這樣的情形 那航空公司應該就在即時 就會賠現金的一個數量 去因為賠償大家的不便 另外可能也有些航空公司 會提供如果因為立刻跟著就沒有機了 要隔一晚 那是否有酒店住宿 搭飛機通常只要聽到 是將說乘客Upgrade 你沒聽過將乘客拖下機 這個創新、大膽和不人道的做法 就令到航空公司的股價 在一天之內蒸發接近10億美金 有報導指已經有律師 就是會幫這位乘客 向航空公司追討殺償 去彌補他的身心創傷 不過有些東西是不能彌補的 就像生命一樣 因為生命是絕對無價的 15歲女學生 昨天懷疑趕著上學 而打斜過馬路 誰知道被一輛上斜的小巴撞到 捲入車底 送完之後證實不治 我現在身處的 就是雙鳳街和龍鳳街的交界位置 而趙敏賢昨天 就是大概在這個位置發生交通意外 意外發生地點 距離趙敏賢所就讀的學校 只是大概有20米的距離 我們今天到達現場 路邊也放置了鮮花祭祀 距離學校只差幾步 但一瞬間就變成永遠再踏入不到的門口 而Mia的師生也很難過 方彎指方飛在同班 她自己的成績其實也不錯 同班都存在頭身 頭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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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位置正正是一條很斜的馬路 行車的車速都較快 而且很多街坊都說 等紅綠燈太久 陸公仔很快就閃 有人等不及, 故意照走 情況其實挺危險 你覺不覺得這個行人過路燈 要等很久? 是 這個路段 其實那些車會不會走得很快? 在小巴, 當時我看到它衝燈 紅燈, 很多次衝燈 是嗎? 是, 綠色的 綠色的? 是 我看過, 幸好站定 明明轉了紅燈, 照衝燈 還沒過了, 很快就斬燈 這些老人家走得太慢 是 斬燈就太快 即是很快就已經斬燈了? 是 有時候還沒走到那裡, 已經斬燈了 這裡附近其實有街坊投訴 說這個行人過路燈 需要等很久才能過馬路 而究竟要等多久? 或者過馬路的時間又是否真的太短 我們現在馬上測試一下 走過馬路的話, 其實短短只需要 大概十秒鐘的時間 不過可以看到這個過路燈 全程只比行人過路二十秒多 時間不等人, 等紅燈等了一分鐘 但短短幾秒就奪去一條性命 Mia一直好走 Albert, 原來現在普羅大眾 可以到沙田的車宮廟, 大坑的蓮花宮 以及聯合道的侯皇廟 舉行一個中式的婚禮 拜堂成親, 真棒 但由於沒有法律效力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請婚姻監禮人 來監場見證 其實我也覺得挺有趣 不過以下的介紹是同樣有趣的 每個女生都有一個夢想的婚禮 穿著最漂亮的婚紗 在婚客的祝福之下 情深地跟你的另一半說一聲 對, 我有 結婚是一生人一次 一場完美的婚禮 未必再局限於傳統的酒樓 童話婚禮, 豪華婚禮 又或者是清新戶外婚禮 現在別具特色的夢幻婚禮 層出不同 你的夢想婚禮又在哪裡舉行呢 藏光與海灘下威儀式的婚禮 你有沒有想過 在沙灘上面, 損動愛的宣言 海勢山文是做人生最難忘的回憶 沙灘是近年新興的婚禮場地 位於南區的淺水灣沙灘 水清沙幼, 海天一色 令人心曠神怡 看民署開放, 核核六個場地 給新人遭用, 舉辦婚禮 淺水灣沙灘就是其中之一 這裡有近海邊的涼亭 超過400平方米的沙灘 讓新人在這裡舉辦婚禮派對 到時邀請過百位奔客也沒問題 有很多美景的婚禮 穿著大拖美的婚紗 又或者充滿熱帶風情的服飾 在沙灘上行禮 有個這麼漂亮的大海做背景 那天拍到很多美照 想在戶外辦婚禮, 又不想在沙灘 綠油油的大草地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怎樣呢 大埔海濱公園 院內建有回歸紀念塔 登臨塔上飽覽一望無際的 套路港, 壯麗景色 園內翠綠的草瓶 配合天幕的戶外劇場 最適合舉行軟油式婚禮 藍天白雲, 綠草如欣 一對新人 剛剛走過了這個綠色又浪漫的婚禮 感覺真的很耳目一新 難怪近年這麼多年輕新人 都追捧了草地婚禮 好, 看來吧 搬躺的戶外圓林草地 清新自然, 景之異隕 在這裡舉辦個小型酒會 讓每一位婚客感受到婚禮的甜蜜 和快樂 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 可以容納600位婚客的露天劇場 用來證婚就最適合了 無論是沙灘還是草地 戶外婚禮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就是天氣 多雲有雨, 太冷或太熱都不合適 最好的月份就是 五月、六月、九月和十月這四個月份 除了淺水灣沙灘, 大埔海濱公園 康民署還有四個場地 開放給新人遭用 如果有興趣的準身人 可以向政府申請 前四個小時, 價錢差不多三千元 不過就要提早一年遞交申請表 連律師費、雞尾酒會費 布置等花費都是三萬元左右 戶外婚禮通常都是自助餐 或者雞尾酒會 用餐方面可能會比較簡單 不過對於一些注重吃的新人來說 訓宴菜式就相當重要 在室內一樣有開洋景觀 維港景色一覽無遺 宴匯地方寬敞, 設計摩登優雅 除此之外, 上菜方式 還相當講究和充滿創意 令賓客有個難忘的回憶 你好 好 小吃小米 謝謝 好 分宴的第一道菜通常都是乳豬 而且是用音樂做背景的 但這樣出場的乳豬 我真是第一次見, 很有趣 好, 真是 魚豬生動出場, 賓客自然開心 在婚宴期間 新人都會播放婚紗照 又或者成長片段 以往賓客都是遠望投影機 現在大家只需要看著桌子就行了 就連新人在桌子上 撤結婚蛋糕都看得一清二楚 這樣每位賓客都可以細心留意到 新人的情況 全程感受到他們的甜蜜愛情 每對新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禮完美舉行 無論是室內還是戶外 相信每一個賓客 都可以感受到你們的悉心安排 以及驚喜細節 你們的婚禮是獨一無二的 乾杯 傳統說紅棗水埗血 但有種植物 鐵質含量高過紅棗二十倍 究竟是什麼? 隱世的荔枝鍋 竟然種出一噸黃薑和五噸木瓜 待會東張西望 回到第二節的東張西望 很多人都留意到 星期一港鐵發生的嚴重事故 但其實有另一宗是沒什麼人知道的 是的, 一列由北角開往康城的列車 去到將軍澳站 突然誤報說列車的終點站是寶林 令到大概二百名乘客 信以為真的沒有轉車 用了很寶貴的時間游了一個沒需要的車行 有些事情就是這樣 當你以為它是真的時候, 未必是 你為什麼這麼嘗嘗? 連累你沒事吧? 有一件事我相信了二十幾年 原來女士的陰脈紅棗 不是最保血的 紅十字會經常呼籲大家去捐血 可以幫到更加多的人 但原來捐血不是說你想捐就一定捐到的 根據紅十字會數字 上年有七萬人想捐血都捐不到 當中有四萬人是因為血紅素不足 其實捐不到血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吃藥、病緊 近期打完防疫針 去過有傳染病地區等等… 但最普遍都是血紅素不足 尤其是女性 在什麼情況下 人的血紅素會不足夠呢? 最常見血紅素不足夠 就是身體產生的血紅素 比損失的血紅素少 血紅素不足夠就是貧血 女性的機會較高, 男性的機會較少 女性為何特別容易血紅素不足夠呢? 最常見的理由就是 因為她們每個月都有月經歷 會損失一部分的血紅素 而且女性就要經歷生產 生產的過程之中 也會損失一定的血紅素 所以女性在生育期年齡的階段 需要吸收補血或鐵質的 就更加要更多 不夠血紅素可以補一補 馬上介紹補血四大食物 媽媽教我, 面色不好, 頭暈暈 就煮些豬潤水 或者沖杯紅棗水補血 但原來這些傳統方法 也不是最補血的 真正補血之王, 其實是黑木耳 要補血紅素 就要看看食物裡面的鐵質含量 黑木耳的鐵質挺豐富的 根據衛生署的研究顯示 100克的黑木耳大概有46毫克的鐵質 當然, 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 其實營養成分也會有些分別 原來黑木耳鐵質含量高於紅棗 成20倍 果然是植物界的補血之王 另外, 斗類製品含有豐富鐵質、蛋白質 水溶性纖維 幫助減少善食中的膽固醇 有助穩定血糖 想補血的朋友不知道這些花甲 合不合你呢? 原來它的鐵質比蠔和蝦還要豐富 100克的花甲 含有14.4毫克的鐵質 同時, 蠔也是一個不錯的補血選擇 因為它的鐵含量有10.2毫克 這麼多 黑芝麻、白芝麻 不要看它細細粒, 營養價值不高 其實它是乾果類的鐵質含量最豐富的 每100克, 它的鐵質就有10.4毫克 比合桃還要高出三倍 平時說的補血性品就是豬潤、牛肉 但相比黑木耳來說, 好像低很多 實際上, 是不是這樣的呢? 數字上, 黑木耳是最高的 但不代表我們身體吸收率最多 因為它是植物性的鐵質 植物性的鐵質, 我們人體吸收時 很容易吸收 你可能100毫克裡面 你可能吸收到5%或10% 動物性的, 我們的身體和我們較相似 我們很容易吸收 所以譬如這些可以吸收到50% 或者40% 所以就算同樣的份量, 就算它多一點 我們實際上吃到, 吸收到的 你可能都比動物性的鐵質少 就是說肉類、肝臟、魚、海產 和蛋類都是最補血 因為它是屬於動物性食物 有人體容易吸收的鐵質 而黑木耳、深綠色蔬菜、豆類 肝果類都是植物性鐵質 人體吸收幅度就比較低 很多人喜歡一邊吃飯一邊喝茶 又或者飯後一杯咖啡 以為吃了很多牛肉、黑木耳 有豐富營養, 幫助身體補了很多血 但原來一邊吃飯一邊喝茶 是大忌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一邊吃飯一邊喝茶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吸收到的鐵質少了一半 因為茶、咖啡 這類的食物裡面有很多丹寧酸 丹寧酸會阻礙你吸收鐵質 如果我只是想一邊吃飯一邊喝東西 那應該喝什麼? 一邊吃飯一邊喝東西可以喝果汁 因為果汁裡面有豐富的維他命C 可以幫助你吸收鐵質 可以用橙汁、士多啤梨汁 其他果汁也可以 但如果你怕甜的 可以嘗試喝檸檬水 看完片段得出結論 好像以阿蓮為例 假設如果你是一個人 你也會吃蠅, 比較補血 如果你是一個人, 你會吃什麼? 吃菜, 有健康、新鮮, 好嗎? 不過不要夾了那條菜 荔枝窩, 一個山明水秀 曾經被港人遺忘的客家串落 因為國際知名旅遊書 點名推介而聲名大噪 我們去年也為大家介紹過 當地一草一木, 封土民情 不過大家又知道嗎? 今年這塊這麼偏遠的地方 竟然出現了一件幾乎不可思議的事 就是剷出了接近一噸重的薑 包括肉薑、黃薑和小黃薑 真是夠薑 收成的薑, 吃不完 還製成薑片和薑粉, 一點都沒有 除了一噸薑之外 第二件令人驚嘆的事又來了 這兩個又大又漂亮的木瓜 就是荔枝窩復間計劃的修成之一 還標榜是無基因改造 以及有機種植 木瓜 木瓜, 木瓜全部都是木瓜 放眼一望, 周圍都是木瓜樹 總共有150棵 龍戶估計每棵木瓜樹 有50至60斤修成 計算一計 150棵樹到時豈不是有7500斤 即是接近五噸的木瓜? 而且當水果食用的有 煲湯的也有 有些還長得大過文芳的臉 還有一個很大 看起來又大又新鮮的木瓜 怎麼確保沒有基因改造 周邊要調查一下 要跟農民…本地人商量一下 把以前種的木瓜 全部要處理它 在兩公里範圍內就最好沒有 為什麼? 它的花粉會傳授 就是蜜蜂或昆蟲 會影響你授粉的過程 除了確保新種的木瓜 不給原生的品種感染之外 原來種木瓜 連滑泥和絲肥也大有學問 洞通常指印是60至80闊 60至80斤? 對, 斷斷度 五、六十五分的芯 放底肥、放肌肥 豬蜜是兩米到兩米多 寒蜜是兩米半左右 豬肥就是在它旁邊的滴水位 樹葉的滴水位那裡滑坑 藏肥的滑坑 什麼滴水位?可否知道 這個滴水位 讓樹葉一直下來, 水就滴了 只能滑到這些位置 從小到大, 你也要跟著它走 不過現在生得這麼健康 很多茂盛的木瓜樹 原來也經歷過不少風風雨雨 去年經歷過三個颱風 一個黑雨 木瓜樹是全部滑掉的 水泡到上來的 水泡到樹頭, 一片汪洋 那怎麼辦? 後來的同事們就一起來 很辛苦地扶植它 能夠救回來嗎? 現在變成這樣 這個是救回來之後的? 幸運了, 也很幸運 荔枝窩重現昔日農村的風貌 看到整個山頭都是農田 農友還各自栽種心儀的農作物 有些還很潮 說到近期大熱的蔬菜 一定要數到羽衣甘藍 有很多外國明星都追捧 想不到在這裡也種了這麼多 其實這些羽衣甘藍難不難種? 難種的 因為香港的天氣很不穩定 它本身是… 那些蟲很喜歡牠, 因為牠是十字花科 所有十字花科的菜都會很野蟲 所以我旁邊會種一些 跟牠雙雙雙黑的植物 例如蔥、薄荷、芫荽 對牠來說, 有些蟲不喜歡這種味 牠就少一點飛過來 種了這麼多新鮮的作物 所以復家計劃定期都會舉辦龍虛 給龍虛售賣自家種植的農作物之餘 亦令市民了解多些 荔枝窩的有機種植 你買了什麼? 這隻…他說是日本的唐屋 你覺得這麼新鮮嗎? 當然是新鮮, 看看牠們… 牠們像滿腳泥一樣榨回來 泥還在這裡, 泥瓣還在這裡 剛剛榨下來的, 聞起來也不同 我買了一些雞肉, 這是在藍芝屋 你喜歡雞肉嗎? 對… 你覺得這些農業市場嗎? 我認為是不錯, 都是家庭的食物 很好, 因為我們通常買東西 在大廳市場, 也不太自然 如果你錯過了這次的龍虛, 沒關係 因為接下來五月還會舉辦 到時就可以好好感受 荔枝窩的農村氣息 我今天有個奇遇 話說我和媽媽去沙角村一個大排檔 點了一塊油雞飯來 誰知道來到那些立法局 多了一隻燒阿比 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老闆娘說她是東張西望的 忠實粉絲, 特別照顧一下 想不到你也說人見人愛 但是她跟我說她最喜歡的 其實是阿蓮, 你本人 是嗎?是不是因為她喜歡阿蓮 在節目上踐踏阿拳? 你想多了, 其實她跟我說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阿蓮 因為我都叫阿蓮, 就是這麼簡單 你有空真的要大外見一見 這位阿蓮, 我們一起踐踏你 還有光顧她 什麼有空, 現在去吧 現在去, 下班馬上去 你害怕我 害怕, 咬下 好了, 再見 養了二十多隻狗 還有這隻三百多磅的大肥豬 令到周圍臭氣昏天 影響環境衛生 鄰居還要被迫搬走 到底誰屋主這麼無功德心 留意東張西望 快樂 快樂 未來 怕 可惟 快樂 貴 把